歡迎收看九點熱話題 我是楊慶 首先帶您關心的是 擁有香港籍的江牧師 今天凌晨被捕中刀 送醫後撿回一命 只是犯案動機到底是什麼呢 警方猜測 是不是他在下計程車的時候 講了廣東話 被嫌犯誤會是在嗆聲 因此遭到攻擊 路旁震了一堆人 因為男子從計程車下車 明明已經穿過人群要離開 白衛男去氣沖沖追上前 要和他理論 之後更拿出刀鞋攻擊對方 好痛 現在就是 這些我的血 肥之間 我回到家 然後有兩個人 不斷拿著把東西痛我 躺在病床上 痛苦開著直播 不斷喊痛 他是33歲的港籍男子江牧師 常在臉書和YouTube上發表政治言論 過去曾在香港被控煽動意圖作為罪 被判刑八個月 出獄後 來台生活 卻在街頭被砍 造成背部中刀 手指也受傷 白衛男背著包包走上樓梯跟朋友到酒店聚會 一群人有說有笑 卻在門口遇上了江牧師拿到桶人 事發就在台北市林森北路上 附近有不少酒店 凌晨4點多雙方爆發衝突 當時港籍的江牧師下了計程車要回家 就在這地方被人砍傷 警方調查他下車時疑似說了粵語 對方卻誤認被嗆瞎才會行凶 警方目前帶回在場相關人離清案情 而江牧師的室友指出 他平時都在直播 沒有工作應該沒有跟人結仇 他們共三名香港人一起租屋 江牧師就在事發這天要入住 卻連家門都還沒有踏進去遇上遲到攻擊 記錄新聞 黃聰明台報導 而電影《周楚除三害》 在中國大陸熱映當中 而大陸公安也搭上熱潮 宣布他們鎮破了一起 周楚除三害的真實版 靈修組織詐騙案 他們宣稱參加這靈魂培訓 可以治白病 總計超過3600人受害 吸金新台幣4800多萬 電影《周楚除三害》 在大陸票房衝破21億新台幣 劇中男主角揭發邪教教主的真面目 現在也出現真實版 大陸國務院旗下的中國反邪教網 搭上周楚熱潮 宣布偵破一起 靈修組織案 穿著白衣的學員 全心全意 臣服於神 生怕不服從或退出組織 神會降下懲罰 現年53歲的教主鄧海鵬 宣稱自己是神的代言人 而廈門總部是宇宙中心 只要參加靈魂塑造 就能獲得神秘力量 治療一切疾病 就是因為當時鄧海鵬就 就說嘛 如果我在那兒照顧我媽的話 我媽的病會更嚴重的 鄧海鵬宣稱 曾在美國台灣旅居12年 先後擔任記者 專欄作家 並在外資當企業顧問 憑藉早年傳教經驗 他結合神學 禪修 佛教心理學 自創靈修組織 專門招攬患有心理疾病 或人生困頓的學員 引導他們變賣房產 舉債度日 只為了繳交高額學費 這你要夫妻都分開來住的 然後呢 在這裡面當中 如果是單身的男女要談戀愛 要經過他的允許 鄧海鵬不只戀才還騙色 又騙有家室的女學員 多次發生性關係 又逼對方墮胎 導致受害者身心受創 2022年10月 鄧海鵬和多名核心幹部 遭到逮捕 總計超過3600人受騙 吸經新台幣4800多萬 鄧海鵬因詐騙罪強奸罪 一審判刑17年6個月 病科罰金新台幣3548萬 從此跌落神壇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接著來看到美國前總統川普 他週六的時候到惡害二州造勢 談到自己纏身的官司 忍不住情緒激動 當場爆出口大罵總統拜登 只是昔日打黨副手彭斯 他卻說無法再支持川普了 美國前總統川普 週六到惡害二州造勢 一談到官司就忍不住爆出口 還邊罵邊遠離麥克風 做做樣子消音 現場川粉反應熱烈 不過他的前搭檔 美國前副總統彭斯 卻在接受福斯電視台訪問時 卻公開坦言 不挺川普了 回國白宮之路 川普氣勢高昂 不只美國國內繃緊神經 中國大陸不少人也感到擔憂 CNN分析過去川普在位時 北京對付他的方法相對單純 如今CNN報道指出 川普已經不再是過去的川普 川普近期還表示 如果當選會把中國大陸商品的關稅 提升到六成以上 再加上川普最近對TikTok經營的態度 突然180度髮夾彎 不按牌理數白的川普 大陸未來要應對他 似乎不再那麼簡單 TV的新聞總和報導 先前俄羅斯總統普清 送給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一台號稱是俄國版的勞斯萊斯 讓金正恩非常滿意 最近都搭乘新車來出巡 而他的女兒金珠愛也跟隨 甚至還一起視察軍演 這讓專家認為金珠愛 接班的可能性越來越高了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參訪 桃紅色燈光昏暗的地方 是北韓號稱全世界最大的溫室蔬菜栽培場 大肆宣傳就是為了告訴全世界 北韓哪有鬧饑荒 北韓官媒沒有名獎 但擺明刻意在畫面中 不斷聚焦金正恩搭新車出巡 搭的正是俄羅斯總統普清 送他的AURUS 還被稱為俄羅斯版的勞斯萊斯 對照過去金正恩出巡 總是以賓士車代步 現在高調搭新車有多滿意 不言可遇 但是跟他的罪愛還是差遠了 不管是搭新車還是農場 金正恩非得把掌上民衷 金珠愛千道不能再緊 婦女兩個人都是穿皮大衣亮相 頗有分身的味道 北韓官媒朝中社甚至還用 領導一詞來形容金珠愛 分析者認為這是北韓首次 將金珠愛深格尊稱領導人 已經確立他的接班地位 金正恩還帶他視察空戰軍演 時間點剛好就在美國跟南韓的 自由護盾軍演剛落幕 朝鮮半島的局勢沒有緩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抵達南韓 就是要討論如何加強對北韓的威懾 自由選擇報導 接著他繼續看到的是 俄羅斯從15號開始 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總統大選投票 卻有29處的投票所是遭到了破壞 而且在大選的第二天 烏克蘭再度派出了無人機 攻擊俄羅斯的邊境城市 貝爾格羅德造成兩人死亡 空性警報整天尬響 目擊者拍到公寓大樓冒出雄雄火光 烏克蘭趁俄羅斯大選之際 再度派出無人機 跨境攻擊邊境城市貝爾格羅德 公寓煉油廠陸續起火燃燒 造成兩人死亡 俄國當局宣布出於安全原因 關閉學校和購物中心 烏克蘭總統澤洛斯基 則大讚烏軍連日突襲 然而根據華郵的觀察 烏克蘭的這些襲擊似乎無法動搖 貝爾格羅德居民對普京的支持 莫斯科甚至懷疑顏色 發射兩枚伊斯坦德爾M飛彈 攻打烏南港城奧德薩 釀下超過20人喪密 其中包含醫護人員 俄羅斯同時在佔領的烏克蘭區域 舉行總統大選 還傳出莫斯科採取威逼利誘手段 迫使將近百分之百 烏國百姓領取俄國護照 全是為了確保普京連任 只是這場大選也發生一連串亂象 全俄羅斯至少有29處投票所被破壞 包括有人在聖彼得堡丟汽油彈 莫斯科還有人燒票倉泼油漆 估計都是響應納瓦尼遺孀的號召 採取不合作運動 至於這場大選結果 預計將在台灣時間週一出爐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俄軍他們宣稱 是利用了空中彈藥的精準打擊 殲滅了300名烏克蘭士兵 這場空襲作戰還有哪些內容 交給記者莊凱玉 烏克蘭軍方近期在戰爭當中受到了重創嗎 因為現在傳說他們的海妖部隊遭遇空襲 甚至300個人是全滅的狀態 而且這項消息是在16號的時候 俄軍副參謀總長所匯報的 他還說實施了空中的彈藥精準打擊 雖然沒有明確指出這個打擊的地點在哪兒 但是他也是列出了摧毀了什麼設施 帶您來看 其中包含美系的愛國者系統三套 還有吸血鬼多管火箭一套 甚至數十門的西方火炮 那麼烏軍針對這個消息並沒有來證實 但是如果是真的 絕對會對烏克蘭軍方造成非常嚴重的打擊 特別是他們的特種部隊海妖 如果300個人全滅的話 對於他們的地面戰爭 還有一些徵收等等的工作 都會受到重重的阻礙 另外另外的襲擊像是在烏克蘭的奧德薩 也遭遇了20死73傷的狀況 烏克蘭的總統哲文斯基就說 俄軍對於港口的樞紐實施雙重打擊 是先炸了基礎設施之後 再炸救難人員 造成現場死傷非常慘重 存活下來的民眾就說 自己彷彿就是生存在 俄羅斯輪盤真實版當中 什麼時候會輪到你都不知道 只是說到烏克蘭 他們的無人機技術 其實在這次的烏俄戰爭當中 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讓西方陣營是有意 提供更高階的機種 和技術 只是美國的時代雜誌 這篇專題報導點出了 烏克蘭的無人機技術 似乎是有被誇大的可能性 外號海寶貝的 馬古拉V5無人體 是烏克蘭軍情總局 特種作戰部隊的抗俄利器 今年3月5號 烏克蘭軍情第13客戰大隊 就是使用海寶貝 在克扎海峽重船黑海艦隊的 科托夫號巡邏艦 烏克蘭軍情總局表示 多艘執行襲擊任務的海寶貝 在特戰隊員精準的操控下 先後撞擊科托夫號的艦尾 及左右兩銜 從回船的影像中可以發現 科托夫號至少出現 三次巨大的爆炸 據稱傷勢十分嚴重 不過烏克蘭郵報則表示 科托夫號在這次襲擊中 已經沉默 也是黑海艦隊 自俄烏戰爭以來 第30艘被摧毀的船艦 代號獵人的烏克蘭特戰準將 在接受露特社採訪時表示 這款無人艇自服役以來 已經參與過多次突襲 俄羅斯黑海艦隊的任務 包括去年秋天重創四艘艦艇 以及今年2月上旬 連續擊毀伊凡諾維茨號飛彈艇 和凱撒庫尼科夫號大型登陸艦 歷屬黑海艦隊 第1溝拐登陸艦旅的 凱撒庫尼科夫號登陸艦 是這個旅第三艘 被烏克蘭擊沉的登陸艦 外電報導 凱撒庫尼科夫號 在2022年10月間 曾經在比爾江斯克港口 遭到烏軍擊傷過 並且造成艦長齊爾瓦的陣亡 儘管這艘登陸艦修復之後 再度歸艦執行黑海的軍事任務 但是俄方怎麼也想不到 凱撒庫尼科夫號還是逃不過 烏克蘭無人艇的攻擊 不但如此 原本腰溝拐旅合計有6條船 經過這一次又失去 凱撒庫尼科夫號 除了全旅戰損率50% 整個黑海艦隊 也有1 3分之1的船艦被摧毀 造成整體戰力大受影響 更引發海軍高層的人事調動 日本產經新聞 引述俄國媒體的消息表示 莫斯科當局已經撤換了 海軍總司令葉夫梅諾夫的職務 改由北方艦隊指揮官 莫伊謝爺夫擔任 大多數軍事專家都承認 俄烏戰爭是人類戰爭史上 第一次全面射擊 無人戰鬥載具的武裝衝突 同時掀起第三次 戰爭革命的風潮 眾所周知 烏克蘭在戰前 無論從整體國力 軍力 武器裝備都比不上俄羅斯 卻能和俄軍一直糾纏至今 雖然很大一部分原因 來自於得到美國及西方 陣營的援助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 烏克蘭軍方巧妙應用 無人載具 也發揮出一定程度的功用 尤其是把商用無人機 改裝成軍事打擊用途 更是收到出奇制勝的效果 甚至一度把俄軍打得不知所措 接接敗退 烏克蘭政府也不諱言 改裝後的商用無人機 為烏克蘭部隊解決了 不少棘手的難題 相較於大型的軍用無人機 這種小型機至少具有以下6個優勢 第一 是成本低廉 價格大約落在3500美元 到15000美元之間 第二 訓練容易 一般人大概花個半天左右的時間 就能掌握基本的操作技巧 第三 對基礎設施需求低 幾乎可以在任何地形條件下起降 也不需要特別興建專屬跑道湖基地 第四 是具有隨時投入戰場 快速反應的優勢 第五 是適用於小部隊作戰 增加戰術運用的靈活性 第六 是加入了人工智慧的學習技術 提升小型無人機的插打能力 因為我們有很多人工智慧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技術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技術 烏克蘭副總理兼數位轉型部長 菲洛羅夫也大方承認 官方對無人機產業的支持 除了計劃在今年生產 百萬架無人機之外 也計劃製造航程超過1000公里的長程機型 這樣一來就能縮小 和俄軍在打擊戰力上的差距 彭博資訊也表示 西方陣營計畫在這幾個月內 提供烏克蘭約莫1萬架AI無人機 由於AI無人機能夠互相通聯 形成集群 而且不用每架都要由操作員控制 就能同時攻擊敵軍的多個目標 即便無法取代烏克蘭 對砲彈的迫切需求 但是能緩解軍備補給不足的燃煤之急 尤其加拿大與荷蘭都同意 要捐給烏克蘭先進的無人機 並且提供更為高端的技術 儘管在戰場上 俄乌雙方仍然是以傳統武器 作為主要的攻防裝備 但是美國時代雜誌 在一篇專題報導中指出 西方和烏克蘭本土的科技業者 正透過這場戰爭 來測試他們開發設計的 無人載具和人工智慧城市 檢視這些戰爭科技的可行性 只不過美國國防部高層 卻在一次國防會議上明確指出 這些高科技企業 並沒有在俄乌戰爭中 發揮太大的作用 畢竟從烏克蘭軍方提供的數據顯示 平均每個月要損失近1萬架 高中低階的無人機 換句話說 無人載具技術和人工智慧 在烏克蘭戰場上的效果 有被誇大的可能 畢竟現今的人工智慧技術 還處在窄智能的階段 也許在執行某個特定層面的任務時 能夠達成或超過人類的預期 但是總體來說 現階段的人工智慧 還無法在新環境 新條件 和新領域中 做出具有創造性的反應 也不像人類在面對挑戰時 可以快速轉換知識和經驗 做出更為合理且有效的決定 比方專業的軍事指揮官 能夠透過作戰素養和戰術原則 創造出以寡擊中 以少勝多的經典戰役 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了 俄羅斯軍方的即時應變 俗話說你有你的張良技 我有我的過強梯 說的就是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 只要針對敵手的改變 做出快速反應 就有機會和對方繼續抗衡 但是現階段的人工智慧模式 或機器學習系統 還停留在執行特定任務的層面上 距離全智能的階段 還有一段路要走 不過美國前網路作戰 司令部副司令豐斯特 也沒有完全否定人工智慧 及無人機在俄烏戰爭中 所帶來的優異表現 比方說在衛星圖像分析 地理定位和情報蒐集上 就曾經打出風頭 這種技術上的優勢 更幫助烏克蘭部隊 打出好幾場以小博大的經典戰役 更在戰爭中期壓制住俄軍 並且讓俄軍處在 旅戰旅敗的低迷狀態中 直到好一段時間過後 俄軍才找到因應之道 如今的俄軍也開始模仿烏克蘭 在四軸無人機上安置火箭彈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同時交互使用各型無人機 例如大型軍用無人機 除了支援戰鬥任務外 也能擔任攻擊重要城鎮的載具 而小型無人機則交由前線部隊操作 專門尋找巫軍的據點和機動裝備 給予敵人殺傷性的打擊 以減少自家有生戰力的折損 小型無人機的廣泛應用 加上人工智慧的出現 使得俄武戰爭融合了 傳統戰與科技戰 各種質變和創新 幾乎在烏克蘭戰場上反覆實驗 雖然西方國家 從中吸取了科技戰爭的經驗 卻苦了烏克蘭百姓 成為實驗場上最不堪的受壞者 只不過以色列似乎準備 重回休戰談判桌 因為內閣將開會討論代表團的授權 我們把事件再交給莊凱玉 再帶你來看尾巴戰爭的停火談判 先前有非常多的消息 似乎要來重啟談判等等 不過現在就傳出 是否雙方都各懷鬼胎呢 因為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3月15號的時候 才批准要進攻拉法 拉法就是在加薩走廊南部的城市 而且隔一天馬上說 還要再加入這個休戰談判 並且對代表團的授權來做討論 但是他沒有說明 什麼時候要派這個派代表團來到卡達 而且拉法目前已經開始進行 疏散民眾的動作 是否這個動作就代表以色列 要做新一步的進攻呢 對此哈馬斯也沒有坐以待斃 他們傳出已經在找這個軍員 要來抵抗以色列 除了哈馬斯之外 還有這個伊斯蘭聖戰運動組織 甚至這個夜門叛軍 在上週的時候進行了三方會談 他們說近期以色列 這些種種動作讓他們覺得 似乎是有新一波的攻勢 所以他們也特別集合起來 要集結這些力量來對抗以色列 而以色列台拉維夫 爆發了激烈勢威衝突 上千位民眾遊接抗議 要求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下台 只是抗議的民眾情緒非常激動 有人在路上生火 警方不得不出動水泡車驅離 還爆發了激烈衝突 抗議民眾阻擋車輛前進 以色列台拉維夫的街頭 喇叭聲四起 警察出動水泡車 想要驅離群眾 但是民眾強行前進 雙方推擠不斷 上千名反對納坦雅胡政府的民眾 與以色列人至家屬 連續第三個週六上街抗議 場面相當混亂 以色列不少民眾只希望儘快停火 哈馬斯提出以重刑犯交換 40名以色列老弱富裕人質 雙方預計在下週將派代表前往卡達進行談判 但現在以色列和美國的關係持續生變 加薩的人道危機加劇 聯合國表示加薩已經沒有正常體型的新生兒 食物的供給也在等待各國幫忙 裝載240噸糧食的第二艘物資救援船 有望下週就能抵達加薩 TVS新聞綜合報導 鏡頭轉到國內 帶您看到白沙豚媽祖的活動 真的是越來越熱鬧 下午才有蔡總統參與禁教 還有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參香 現在副總統賴清德稍早抵達了現場 現場最新連線記者徐又翔 好 主播各位觀眾 苗栗白沙豚媽祖將在凌晨12點半正式起假 下午是由蔡總統參與禁教參香的行動 接下來是由賴清德副總統抵達現場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剛才我聽到我們主委 黃主委就拿去說我們金日差29位 就18萬人 這樣多少人 179971 179971 你按倒閉閉來也是179911 好 七11 你按請閉閉過來也是一樣 1799 好了 透過鏡頭可以清楚的看到說 賴清德副總統以及廟方人員 是一起把媽祖請出神龕 今天綠營的頭號兩位大咖抵達現場 可以說是盛況空前 再加上還有民眾黨主席克文哲 在下午也抵達現場參香 也被外界提到說 是不是又有相關的媽祖政治學 其實以往提到媽祖政治學 多半第一個是聯想到大甲媽 但是在經歷中二區補選立委 以及總統大選撒喀都之後 外界推測可能是綠白有默契的 想要弱化大甲媽祖 這個政治色彩比較藍 坦然是說在這個今天 在起假之前 綠白都先後到場參香 現在其實看到我背後 天色是越來越晚 越來越暗 這一次有179971位信眾 來報名這個九天八夜的 宗教文化之旅 隨著時間越來越晚 信眾越聚越多 大家也準備要來出發 迎接起教儀式 以上是從現場掌握的最新資訊 好 所以晚間賴清德 是到了這個白沙屯的起家現場 而其實下午的時候 總統蔡英文也到了 而且是要連續第三年參加 雖然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今年不當香燈角 不過還是有來參香 這也讓白沙屯媽祖競香 成為了綠白 證據人物正香參與的宗教盛事 大批信眾夾到歡迎白沙屯媽祖競香 即將展開 總統蔡英文連三年來參香 後頭還跟著這位明星小跟班 一日幕僚前進總統府 也跟進白沙屯競香 相較過去因為台中中二立委補選 政治鬥爭延燒到宗教盛事 蔡總統已經連兩年缺席打假媽繞境 卸任前再度清零白沙屯媽祖競香 晚間副總統賴清德也要來 就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也來參香 不會啦 不會啦 大俠媽祖一樣很多人 其實台灣的這種媽祖繞境很多了 每一個都很多人了 今年怎麼沒有打算要跟中國人走 好 要進來參拜了 有其他事情要做 這次卡到行程 柯文哲今年不當香燈角 但跟總統不只都到拱天宮 也先後去山邊媽祖宮 兩人行程全錯開 同場不同台 難道是顧慮日前蔡柯惠 黨內支持者反彈 而且柯文哲還發出黨員公開信說明 什麼聲音都有 這還要 其實黨內民族 常常畫一些信給黨員 我覺得很正常 這以後還變成常規了 柯文哲四兩波千斤 白沙屯媽祖競香 18萬人參與宗教盛世 綠白大咖 恭逢其盛 說出的善念背後 竟是政治美感 TVBS新聞 李國正的品音 苗栗報導 而當然白沙屯媽祖走到哪 信徒就要跟到哪 所以就熱心的民眾 訂製了地墊 發放給信徒 讓他們可以睡得安穩 雖然這個進行路線沒有固定 不過地方猜測 可能會經過深港 成姓姊妹所在的醫院 還有事故地點 要為孩子祈福加持 黃色的地墊寫著永字 還有媽祖母的小孩 這是一群白沙屯媽祖 大教班服裝樣式特別訂製 專門要送給香燈角的結緣品 打開來比人還要高 是野餐店 也是睡店 香燈角平貝章 登記領取隊伍大牌長龍 白沙屯媽祖信徒 每年為香燈角製作結緣品 雲林北港這家法郎根親友集資 今年特別訂製六七百分的地墊分送 他們有些人有時候晚上沒有辦法睡覺 都會去淘一些紙箱 那我們就發想說 如果我們來做睡袋的話 還有李明一起出錢出力 準備茶葉蛋 大鍋滷茶葉蛋要滷到入味 讓香燈角香噴噴的吃 李明說不能馬虎早就開始製作 媽祖還在苗栗 雲林北港這邊的茶葉袋 已經開始飄香 兼顧品質跟人手以及經費 準備了八千顆 粉紅超跑經銷路線沒有固定 到底怎麼走 彰化警方在重要的路口規劃 部署警力維護疏打交通 去年路線來看 藍色是去城 粉紅色是反城 去城曾在彰化秀船醫院住假 目前深港成姓姐弟當中的小姐姐 還在醫院 預估粉紅超跑還會再來 妹妹也在附近的基督甲醫院 去年的反城也經過車禍地點 台17線和台61以線交叉口 住駕在附近的福安宮 白沙圖媽祖最疼孩子 地方預期 粉紅超跑會前往幾個關鍵處 替孩子加持 TBS新聞陳志仲 張崇敏 吳淑平 圓林彰化報導 也還要持續關心虐童案 衛福部昨天就接獲了北市兩起疑似而虐的案件通報 一名孩子到院前死亡 不過北市府不滿中央疑似在帶風向 直出這兩人疑似是感染怒羅病毒 明明是向衛福部通報重大兒哨保護案件 怎麼變成了兒虐案 北市府外旁請院區有民眾鮮花致意 還有人滑挖土機送給凱凱 hashtag凱凱對不起 由夏家長發起活動前往雙北市府放花悼念 而總統府前和衛福部也有網友為凱凱獻花 希望中央地方都別再謝責 但18號衛福部長宣誓員就要到立法院專案報告 書面報告只有兩頁 被在野怒轟太敷衍 時隔一天衛福部補上一張事件序 紅藍黃分三色標注新北北市和兒蒙的服務記錄 卻再度哀批沒有檢討自己 所指的全部都是中央之外的單位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實際上整體來檢討我們的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不只有內額案 前件人幫忙緩夾 但中央地方再度槓上 因為16號晚間衛福部正式接獲北市通報 兩起疑似而虐事件 其中一人已死亡 問題的真相上代釐清 我們仍然向中央提出了兒哨重重大的一個保護事件的通報 特別證明是兒哨通報 就是因為個案出品疑似為怒羅病毒感染 中央卻稱疑似重大而虐 就讓北市有些不滿 質疑中央急著定調 所謂北市兒虐的說法不應該有這樣的操作 一切還是要回歸事實 靜待調查結果 我們在兒上保護跟兒虐這個部分 就我們的講法 有時候會是互通的一個概念 所以當它衝爆過來 我們當然知道說 這是一個疑似的案件 從來都不會沒有定調 說這就是一個兒虐的一個案件 還有理清有沒有外力因素 強調都是疑似調查中 但解讀上就差很多 可能會脫水 也有可能會死亡 不過到機關署這邊 並沒有相關的一些病例 機關署說從未有感染死亡個案 是不是而虐 還有在檢方理清 就名稱中央地方繼續著力 一位先生的正常配備很常報導 而爭議持續延燒的 還有朝野立委 針對韓國瑜募收質詢的案件 新政院長陳建仁 今天就被問到 可能還需要再到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他表示他相信韓國瑜 能做出最有智慧的判斷 只是他這個陳建仁 週五的時候 當下錯愕的反應 也跟著曝光了 謝謝陳院長 各位關係的備詢 大家辛苦了 謝謝 好 現在休息 就算立法院長韓國瑜宣布散會 行政院長陳建仁 仍坐在位子上 當下不敢馬上收拾東西 民進黨立委持續抗議 韓國瑜投也不回 離開議場 立委轉向隔魁 陳建仁 沒頭伸縮 搖頭再搖頭 不會守掌門 也很錯誤 陳建仁更索性翻出質詢順序名單 你一言 我異議討論 但當下會確定是無法開了 接下來朝野要協商 有無讓經濟組補考機會呢 對於這個質詢的規則 和質詢的慣例的安排呢 我們一向尊重立法院的安排 我在這裡不便做評論 我相信韓院長呢 一定會做出最有智慧的判斷 跟這個安排 看來啟動問問喊話 但場外朝野立委持續叫囂 先是王洪威翰陳廷飛呼告 而我在等待質詢的時候 根本沒有看到陳廷飛 請問一下 陳廷飛你說你11點40 就坐在議場裡面等待質詢 請問你當時到底是躲在哪裡呢 我從你後腦勺走過去的時候 請問你後面有長眼睛嗎 朝野朝的還有韓國瑜 應不應該通人情和休息呢 我是倒不知道說 有哪一條意識規則有規定說 輪到你質詢的委員 如果不在場的話 主席必須要先宣告休息 你要有的事真相 再說話 哪個法規規定 議事人員患錯 在做 是不可以檢討跟真的 周五總職群爭議 周末隔空互告 為周一的協商戰先暖場 DBA新聞黃關維董右軍劉婷婷一台報導 而先前NCC送進立法院的業務報告 才被藍綠批評過 但現在內政部的業務報告內 其中一項卻列出 國內最多人使用的諜字名統計 被國民黨籍的立委劉許婷 酸說容援太多了 不過你知道 男生最常見的菜市場名字是什麼嗎 答案是家豪 有沒有你朋友還是你 我 你 你就是叫家豪 是啊 太巧了吧 看來這名字真的夠菜市場 路上抓人問馬上中獎 家豪的話 我們公司就很多個 我真的常被誤會到 對啊 甚至他們傳訊息也會傳錯給其他人 內政部統計 男生最多就是家豪 再來致名俊傑 新增疊字統計 彬彬最多 女生則是孰芬 孰慧 美齡 疊字第一名是婷婷 我妹妹叫婷婷 剛好叫婷婷 美齡 淑慧 淑慧 淑芬 看來內政部這統計真的有準 隨便問隨便中 只是這些內容放在報告書內 送立法院 就讓立委滿頭霧水 18號是內政部長林宥昌任內 最後一次的業務報告 不過被立委質疑 裡面的內容有一個 是把民眾使用碟字的情形做統計 這也讓立委質疑 這未免也太佔篇幅 49月的內容當中 護證業務這一項說要編印 全國姓名統計分析專書 讓國民黨立委劉許婷很傻眼 基層護證的人力其實是很不夠的 沒有辦法充分服務到 每一個角落的市民 像這樣子的問題 才應該是出現在業務報告上面 而不是用話題然後去衝人數 這樣子會讓大家感覺 這個中央政府恐怕是容援太多 要內政部先解決人力問題 再來做姓名統計專書 對此內政部說 是依法編制姓名統計資料 提供各界參用 112年已經編第八次 屢獲名狀好評 有一點新的東西出來 你不要老是把那個清朝明朝的東西 繼續再抄 而最近NCT的業務報告 同樣被藍白批評 內容是複製貼上 看來只要委員認為不行 寫多寫少都是問題 接著看到2019年曾經有民眾發現 新北市公車上的免費Wi-Fi使用 華為設備一度引發了資安疑慮 時隔五年 今天又有網友看到 公車的Wi-Fi登入畫面 居然還是華為的介面 搭公車打開手機Wi-Fi 就能隨時順暢上網 新北貼有免費Wi-Fi貼紙的公車 提供上網需求 不過缺背紙 網路恐怕被駭客侵入 網友找上議員投訴 登入新北公車免費網路 頁面卻是跳出華為介面 消息曝光是否IP 資安有外流風險 我們實際搭上公車 連上網友所說的免費Wi-Fi 點開我們的網頁 並沒有出現華為介面 早在2019 新北公車就曾用過華為Wi-Fi設備 2020年行政院發函 禁止公務機關用大陸廠牌 要求2021年底前全面淘汰 被質疑都過了5年 難道是未曾改變 使用華為的設備 又再次月上新聞的版面 到底是當年的漏網之餘 還是這幾年新加裝的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要對外講清楚 新北交通局澄清 Wi-Fi設備是為提升公車服務品質 才會請公車業者 自行找民間廠商配合 非市府委外設置 目前已經清查2500部公車 並要求全面配合中央 目前也都沒有採購 他們還會再做一個整個盤查 那帶整個盤查列表清澈出來之後 如果還是發現有這個狀況 那也非常願意來配合 而說到公車有錄製產品 有業者也曾榆木混珠 拆裝錄製車身5大部件 進口組裝混沖MIT 盜領補助 我覺得交通部 你不能只處理電動巴士 你柴油車現在排隊了幾百輛 等著要騙你的錢 交通部回應2020早已明定 補助車輛六大部件不得用錄製 也透過車輛安全審核中心 和車體工會 逐車查核車輛打造 錄製產品牽涉交安治安 中央地方家境把關 TVB的新聞話少平 李宗澤 新北採訪報導 台南市府舉辦的購物節活動 最大獎是市價225萬元的 一公斤黃金金磚 台南市長黃偉哲 今天下午抽出了幸運兒之後 當場打電話要向對方道賀 沒想到一開始 卻被當成詐騙集團 讓市長被掛了電話 全場民眾倒是笑翻了 2 1 幸運號碼出爐 台南市長黃偉哲 除了親自見證 還要打電話跟對方道賀 因為獎品是他手中的 一公斤黃金 市值就高達225萬元 不過電話一接通 你好 我這裡是國稅局 我是台南購物節 請問你有來台南消費 買東西嗎 你看 黃偉哲話剛說完電話就被掛斷 也惹得現場民眾荒唐大笑 原來這是台南購物節 公開抽獎活動現場 而獲獎條件 就是當事人得接起電話 沒想到電話接了也被掛了 所以決定再播一次 這次對方雖然沒掛電話 但反應淡定 再度讓現場笑成一團 台南購物節活動 從去年9月到今年的3月10號截止 結果光遊客前來住宿 吃飯及購物的金額 就超過80億元 比起上一屆的72億 多了12% 因此17號下午 特地公開抽出最大獎 沒想到整場活動的最高潮 卻是這段無預警的掛電話戲碼 今天邀請你來做我們反詐騙牽絲 TVBS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 請問世界上第一條地鐵是 倫敦還是紐約建成的 倫敦 Yeah 請